今天是陪学生晨读经典的第12天 因为昨晚孩子太过兴奋睡觉比较晚 早上我差点没跟上学生们晨读 看到他们读书的情景真的好喜欢 虽然没有刻意的要求他们背诵 但却有很多同学都熟读成诵 这让我更加激动 或许这就是任务和兴趣的不同吧 早上早读让背诵的课本知识总是特别慢 还感觉压力太大 反而这种晨读10分钟却成就了他们的长期记忆 为孩子们点赞 今天的课前三分钟都有了一定的进步 两个班的小组都是被打退过的 今天却都顺利过关 特别是课间 我看到他们在自己积极排练的情景 真是暗自欣喜啊 这才是他们应该有的状态 起初我看到他们正在兴奋的排练着 当我走近他们却害羞的解散 这么好的场面我怎能错过 所以命令他们继续 呵呵孩子们还真是可爱 镜头效应总能让他们发挥的淋漓尽致 下午批改了半天的作文 真是一大难啊 两班作文将近120本 好可怜的我啊 正在批改中 我去年的学生白金号来了 原来一高十高都是军训后星期两天 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大放假啊 几天不见 平时不怎么爱表现的孩子 今天竟然如此能说 看来初三生活让他们压抑了 而今离开后才是真正的敞开心扉 说什么自从我教助他语文才开始上90分 说什么他和家长都特别感激我 正好白金号和我当下的班尾郭浩是朋友 我也应该慰劳一下我的两位班干部了 所以让他去叫了郭浩和王涵 两个孩子听说我要请他们吃饭惊讶无比 路上又碰到了去年的学生魏博文 接着又见到了李瑞嘉 我们一行六人出了校门 因为请学生吃饭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我去年的三个学生是知道的 所以还是比较自然的 现在的学生就不同了 这次相聚希望彼此都有所收获 快乐进餐后回到学校 走进教室 本以为有老师在 谁知并没有 一个班尾坐在讲台上维持秩序 另一个孩子在讲题 其他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心中甚是欣慰 了解后得知是学习委员安排的 实在值得点赞 所以我也向学生们坦白请学生吃饭的是 学生们开始兴奋了 然后我决定每周加分前三名者请他们吃饭 我看到的是大家惊讶和幸福的表情 这时突然收到了童静怡的教师节祝福 真的好幸福啊 没曾想一会功夫 他竟然站在我的教室门口喊报告 哈哈 亲爱的孩子 你的可爱可真是独一无二啊 可惜的是今晚梦想课堂已经安排好了任务少年强泽 中国强演讲视频 要不然真的请他给孩子们讲讲自己故事 相信肯定有很多孩子想听 如果有下次一定要抓住机会 今天还见到了几个团员 心情超级好 回到办公室开始收拾办公桌 又一次断舍离 又一次心灵的放松 看着办公桌上一件件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小礼物 思绪万千 真的特别感恩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看着这张生日快乐的贺卡 就会想起2015年那个得意门声 如今已经离开好久了 但你的这份心意 我却一直保存至今 还有这个亲手绘制的笔筒 谁会想到竟然出自去年的周英奇同学之手 更是宝贵的财富 还有一个个手工 小纸条 我都给收藏在了李亚璇送礼品盒里 孩子真的太有心了 虽然桌子很小很乱 但我依然很喜欢这种感觉 感谢孩子们让我能够心情愉快地坐在办公桌旁 也感谢学校在开学典礼颁发的优秀班主任花束 我还要感谢雅杰送的一帆风顺 说实话 另一盆铜钱草 我却不知道谁放到我桌子上的 虽然用的是酒瓶 感觉却更有创意 今天学习的第一篇文章 是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变与不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变化的世界 如何在变化的世界里 保持自己的志向和愿力 在坚守志向的过程中 如何学会随缘而让自己更适应环境 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这句话给了我们回答 我们常说万法无常 可在这不断变动之中 有着永恒的不变 如同地球永远围绕太阳运行 一个人会经历很多事 可是只要他有正知正见 无论人生如何变化 随缘之中有个不变的东西 这个人就可以在乱云飞度中 望见自己的北斗星 不至于迷失人生的根本 如果我们找出了人类社会的北斗星 人类的文明就有了正知正见的意志 在人类社会变动不拘的长河中 就有一种防止堕落的制约力量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北斗星 今天学习的第二篇文章 是为什么会有喷子 从社会角度看 我们还有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 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这是客观事实 从个人的角度看 一些人就喜欢推诿责任 批评他人 对社会横加指责 从来不反思自己的责任 更不懂得从我做起 这就是喷子现象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想想自己周围还是有此类人出现的 虽然不多 但着实让人不喜欢 对待多元世界 我们不妨学习孔子的君子和儿不同 尊重不同看法 欣赏不同观点 学习他人的智慧 见贤思奇 见不贤而内省 我们更应该学习孔子君子求诸己 遇到事情后 多反思自己的问题 多从自己出发 不断地完善和改进 人人如此 社会才越来越好 这样 不仅让我们有了淡定从容的智慧 而且多了份好心情 也无形中减少了很多障碍和冲突